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隻股,我是VQ1文 今集的嘉賓,我們有Stanley,Stanley你好 先回顧一下,上次Stanley推介的股份 上次Stanley推介是信銷6288 見到行事期內表現非常厲害,2358點,升幅大約8.6% 股份方面的表現都可以升,不過暫時都跑輸大事 升幅有0.73%,期內升了5毫升 看看當時的買入建議 當時的建議買入價是65元,目標價75元,指示價60元 今日中午收市價報是69元,期間的波幅最低的65元 剛好就在這個位置買到,最高也是見過74.15元 差點又是完美,對你來說 對,差點到目標價了 如果你說目標價的話,整件事簡直是完美 好像神算子一樣 如果是中的話就是,但很可惜不是 但買了的話都拿著先 拿著先,現在你這樣計算的數 65元買,69元都回到差不多的 至少有限4元賺的 當然你說現在這個市房裏面 賺4元又不是賺很多 又不是算過波幅都沒有賺,賺很多 但至少這一個基本面都OK的 一會兒我都會再輕輕說一下這節 因為我們這一節就不推介 回顧一些事情 因為市場實在太瘋狂了 我又沒有這樣想過 為甚麼不推呢 為甚麼?我純粹覺得好像 上一年做完 推介了很多股份之後 又好像沒有跟大家再回顧 很有講一下,不可以講一下 推高不是借重的 有些差一些 大家可能都想知道一下 今年的部署 甚至今年想怎樣做 都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不過今年一月份還未完 但其實港股的走勢都非常誇張 這個到昨天而已 這個都不是到今天 到昨天的時間而已 真的突然嚇到你 這個我今天截圖的 是嗎? 這個圖可能是 但是你說的表現又不是 右邊就是我 右邊看起來 就是港股和A股 今年是年初至今的表現 真的很強勁 其實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戶心就更厲害 戶心上年的時間 都升了一層上去 但是現在 它還可以保持著星馬蘭之六 反而港股真的在過去這一段的時間 尤其是上年的時候 叫做跑輸出變 你變成今年的時候 真的有些叫做追上來 我覺得都合理的 不過只不過可以 好像以今天為例 那個彈幅 是都令大家都真的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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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都縮了一點 但是其實都要600多點的升幅 是呀 成交量很厲害 是啊 很厲害 兩千多億 其實接下來 市場方面 我們需要留意些什麼 重大的市場 其實原先是這幾個 但是 想想一下 其實對大 最大的變數 最大的變數 都真的是 那個 筆水 我們應該留一個筆水 這件事 是 留意筆水的狀況 真的留一些 但是 這個必須要留意 是呀 這四樣都是大家要關注著的 都是比較上 可能你說 當是長線分析 拜登 就是上了一場 上了一場之後 究竟他的政策怎麼做呢 這個是要關注的 是 還有看看我們的 自己的建制措施 因為今年應該是 十四五規劃 是 應該要做的 看看有沒有一些 相關的措施 但是同一時間 疫情的情況 大家都是要關注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見到 疫情好像還是感染的措施 都還是挺顯著的 真假 還有疫苗 現在雖然有疫苗 但是你又見到 好像很多疫苗打完 就唯有副作用 是呀 變成大家可能 要看看 疫苗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手 而最後一件事 反而都是比較上雲觀 就是說 就是說 究竟之後的時間 一些央行 一些可能放送 一些收稅的行動 因為其實你說 如果以近日來的 好像你說短期 裡面的日短期 耶倫都會在今晚的時間 可以出席這個 他們的聘請會 所以可能他都會說 究竟現在 他對於美國經濟的狀況 怎麼看 還有就是說 究竟有些什麼措施會做 兼且 也都可能會就著 究竟現在 是否真的會走回那個 可能你說那些 楊美援、強美援的政策 可能會有一些的 看視在那裡 所以變成這些情況 大家都是要留意著 但是 最主要現在的狀況就是 筆水 因為現在說真的 這些可能都打下去了 但是 筆水的影響性 對於港口來說 真的越來越大 所以變成你說 如果以一些股份的想法 去看部署上 其實都有兩者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兩者是 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港交所和友邦 有看我們即使都知道 今年的心水 即使 我推介 反而是 沒有特別推介過 我推介過這個狀況的 即使和一些講座 都跟大家講了很多次 找到這兩者 港交所 其實現在都不用講那麼多 大家很明顯看到 成交兩個家頭 都真的很暢旺 還有現在是不是北水 都很喜歡港交所 昨天開始看到的現象 是開始吸入 昨天其實 今早是和阿志同做節目 還是和你做節目 沒有 我沒有和阿志同做節目 我沒有講到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這個情況 因為昨天的時間 其實港交所的成交量 大概是50億左右 即是全球的成交量 而當中北水的佔比 那間差不多是六成的 即是有大概30億來自北水的 好誇張 很誇張 而當中這三十億裡面 而當中大概是28億多 其實是正買入的 所以你可以說 如果這樣計算 即是說其實 昨天的時間 即是因為北水的推動之下 兩個國家爆了上去 而且這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本身 你看到現在北水的佔比 佔港交所的股權的佔比 百分之六的了 其實是不夠不夠打上去的 所以這個趨勢 我都覺得是會繼續下去的 特別是因為 某程度上 你說北水 它都會保持著賣港股 還有就是說 都真的會不斷 可能衝起第二上市的這些因素 所以變成港交所的股價 或者那個表現 現在走得這麼厲害 有這樣的原因 所以這一隻就今年沒有 我覺得今年如果這個大前提 就是北水都會保持著下來 即是會來買港股的話 那這一隻其實是大家有貨的 這些都要先帶著 對著先 有貨一定是拿著去不沽的 好啊 但是另一隻友邦 其實北水又喜不喜歡去呢 暫時就見不到 北水有些很大規模去流入的現象 暫時見不到的 但是問題是說 友邦自己本身那個賣點就是 因為你始終去 現在內地的發展是越來越多 就是越來越多 特別是因為多了一些營運點 對於去內地那個業務的佔比的發展 其實真的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就跟友邦做一下 其實他都變成了好像另一隻的 叫做一些 怎麼說 好像內險股那樣 但是這一隻是會增長的內險股 所以按道理會有比較多的資金 去部署不出奇 還有因為現在 如果按道理都可以說 最快的時間 就是上年的時候 應該就過去了 所以如果今年可能有很多地方 好像你說本地也好 甚至乎 東南華地區也好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復甦 所以今年來計 友邦這些 就是友邦也好 共產黨也好 真的會比較安全 暫時來說 如果你以很多的辦法去看的話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 很肯定是怎樣的呢 都還要再觀察 但是問題是這些股份 就變成真的可以長線部署都可以 我看回今年友邦 這個一月份 其實那個升幅也不算太大 也不算太大 也不算太大 其實是 因為它始終去過價 又回100元這樣計 但上來這位也好 你計算的帳幅不算很厲害 是呀 是不是直播一些 直播一些 其實你問我其實是直播的 不過只不過 好像以今天為例 你見很多的股份都升得有點誇張 不需要現在這麼急去追貨 好啊 除了這兩隻之外 其實講開北瑞 其實都見到他們是喜歡騰訊 就是一向都是 沒錯 騰訊是否都是今年的深水股份 都算是的 我覺得今年你說 其實騰訊是保持著 那些筆水去部署 所以就變成這隻都是 長期買的 還有你可以說在ATM裡面的時間 騰訊一定都是一隻 大家會比較關注的股份 雖然現在依然比較差 現在它是跌下去的 跌了差不多5.6元 但如果以它的帳幅去計算的話 這幾筆雞有什麼 而且有一件事 騰訊它有一個生態圈 這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它就著這個叫微信 就好像你說一些叫小程序這些 它已經製造過一些新的 叫做一個生態出來 這個有什麼概念 就是說 你透過微信這件事 可能你已經可以攝取很多 譬如說金融 可能是一些譬如市貧 很多不同的範疇的東西 而且這些東西本身就是說 可以透過各自 可能你說 金融的 可能可以買東西 可能可以消費 這樣 就是一個生態 一個循環 就是一個循環概念的意思 就是靠著微信 可以做到很多 你可能日常做到的事情 而且你可能已經會變成 日常習慣這樣做 所以面相之下 它的發展 其實都是 我覺得是可持續的 所以這個也是 大家可以關注著股份 尤其是我的外股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 講了這麼多 剛才Stan也提到 這集是一個回股 都問問Stan你 其實過往 上一年你推過這麼多股份 哪一隻你最滿意 最滿意 如果論表現的話 其實最好是一隻354 354 我都猜不到 當然 公道會這樣說 這個不是用國賣入教去計 這個是用那個 由年初指金目標去計 是 所以比較上 我想大家會容易去理解一些 其實354 上年升了差不多一倍 這一隻就因為之前的時候 華為事件 對它的股有些拖累 但是你以那個業務的發展去看的話 其實作為一些軟件股 它都保持著有一個盈利的 都保持著盈利的 而且都有一些 叫做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這一隻就 反而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都還可以關注一下 如果你是大前提 市場仍然是炒了這些股份的時間 這隻都還有一些衝勁 而其他那些 其實你看上去 有一些都標請 好像你說 利亞零售這些 七成多 我都猜不到它升那麼多 但是最主要是 因為它本身賣了東西 它賣了這個 衰好機的業務出去 但是賣完之後 變成一間公司 就好像 沒有賣點了 所以現在反而這一隻 大家可以不用理會 暫時不用理會 1373都厲害 這隻很厲害 這隻反而我自己都一直看著它 這隻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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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開始退的 上年的一月開始退 然後推到十一月都是這樣 但是也是這樣 從你推開始 升了五成六 是 那也可以 這個是可以的 這隻的基本面子是強的 而我自己問心 我自己都想買 但是這隻也是很多 我賣了 不過這陣子它的股價不算特別標籤 所以都可以厚一厚的 我都會留意一下 順銷呢 順銷其實也是OK的 順銷我覺得它的情況就是 都是靠內地的發展 因為內地的增長應該都升得比較快 不過還有它做的一些Cross Over 策略 其實我挺喜歡的 所以這一間公司其實我都可以說 我自己喜歡它的品牌 那個策略那樣東西我挺喜歡的 所以如果以這五個來計算的話 我自己有興趣 都是那句話 都是1373 和順銷 我反而覺得這些是OK的 但是是Cross Over 也有策略 Cross Over 也有策略 Cross Over 也有策略 但當日我也是跟大家說 這隻我是觀察的 因為你說買不買 我覺得都是太強的 股價升得太誇張 股值也是 不過如果以現在去看的話 大家都知道的了 策略中情的股份 其實是它的股價 可能升到上一個天價 也不出奇 這隻Cross Over 也是一個例子 而且本身因為它的業務比較獨特 這就是一些賣地這樣 不過你現在這位仍要撲不撲 我會覺得可能等市 比較想定 可能你說過了這一輪 撲回一些時間 沒那麼瘋狂 其實是 等它的價格可能回回一些 再撲都沒有錢 好啊 但是講完好東西了 有沒有一些股份比較失色一些 當然有啦 當然 我都說明這次不可以只講好東西 說一些差也要講一下 這幾隻都是比較頑皮的 先講回中統服 這隻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黑名單事件的影響之下 立刻的股價不行 你也猜不到啊 這些 沒有黑名單這些 你一出這個情況就死定了 尤其是你中東服 因為那時候那些行股價 它這隻最大的問題是 它本身的筆水好得多 周年筆水是用外資好得多 所以一沽那一下 它的沽快就很大 其實那個業務的發展又穩健的 它又不是差的 但是那個股價就真的比較難有氣息 因為你沒辦法 即使你怎樣好也好 你假設哪些事情都會狂沽你的 你的價格都是 即是暫時現在這樣計算的話 你發現到價值所在的 所以這隻的表現就真的可能會差跌 而佐通又是一個比較失敗的例子 佐通其實是 最主要的憧憬就是說 下明街的項目 它是如果落成的話 對於它一些中無收入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幫助 但是疫情的影響是顯著的 而且現在那邊那些 我們說那個叫東九龍那邊 應該是東九龍那邊 現在這一類的辦公室的供應 其實是多的 所以變成了 有沒有機會令那個租金的 可能有些壓力 我可能不說之前看的這麼樂觀 是有的 所以變成它又真的受到這些影響 而且疫情又有夠反彈 對於它的車載的業務也有影響 所以變成你說 所以你見我應該是沒有退一排的 就這樣排 這個要等 等收成這樣 但另外那兩隻 那一隻比較好一點 銳凱投資 其實它又不是不好的 它死的息都可以的 但是和之前的事情 大家要關注一下 東江水那個協議的情況 剛剛出了 出了 出了之後它會確定一些 但是你說 有沒有很大的賣點 又沒有什麼 只不過你說這一隻的業務 安全的 但是在現市況裡面來計 大家都不是說是安全的 是說有沒有一些憧憬 這隻呢 沒有什麼的 所以它為什麼好像有 好像有些呆滯滯滯滯 這段時間就是這樣 但是另外那兩隻 反而我覺得今年的時間 可能有機會都會好 所以你比較樂觀一些 是 你說Vtech這些 其實長期我都喜歡的 這隻 但是疫情影響之下 這類的叫做工業股 這些叫做學前的產品 是有影響的 影響有銷程的 但是你叫它之前公布出來的業績 其實又不差 OK的 你覺得很不錯的 反彈 所以就變了 還有我覺得它管理層的質素 都真的是高的 這一間公司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你不再考慮 你不再考慮 我會的 那息息又高 是吧 我都是送去管理層的情況 所以這一隻 其實我都會覺得 都會考慮一下 是 最後是光大國際257 其實這一隻是很慘的 其實你的環保主題 完全沒有賣點 不是 環保主題在內地方面 其實都隔不止是一些 叫做小人炒作的一些板塊來的 但是問題是說 因為始終大家可能擔心 它的那個 那個債務的問題 因為它做這一反 那個債務的情況 還是大家會比較關注 還有因為始終競爭 大家都覺得很大 所以令到它們的增速 甚至乎都可以說股價 有沒有太大的起色 其實它的股價都變得很差 但是這類的板塊 其實在某程度上 我覺得在14、5 裡面來計 都可能是一些 大家有機會 可能會炒作的一些板塊 而且它的股值也好 它的那個表現也好 那個股價 在這個股值上 它真的不算高 所以這一隻 其實在這5隻裡面來計 我覺得 是可能 是相對比較 就是在這些事況之下 有得想的部分 有得潛力 這個 是啊 所以257 我都會再留意一下 它業績的表現 它應該好像 2、3月的時間 可能出了業績 看看它上升的情況 這些債務的情況 有沒有改善 如果是OK的話 都可以再想想 整體來說 我看到好的那個表現 其實都應該可以 覆蓋一些差的表現 都不是這樣算的 不是這樣 就是直接看的 但是這些差的 升幅太厲害了 都是 但是這些差的 沒有當作教訓 甚至乎沒有當作經驗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也都麻煩了 Stanley 和我們這麼長進的分享 回顧給我過去 一年推介股份的表現 我和Stanley申報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報股份 有一個港交所 和這個騰訊的 好啊 麻煩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